大家好 我是安東尼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年冬天 來到日本玩雪 這次從東京出發 在河口湖租車後 一路玩到金澤 預計會到松本市區 坐上日本唯一的雙層心碎高纜車 住在北阿爾卑斯群山圍繞的平湯溫泉區 逛高山老街 吃著飛駝牛握壽司 漫步在一生必訪的世界遺產 白川鄉合掌村 最後抵達金澤 坐新幹線回到東京市區 這支影片是我們的第一站河口湖 難得碰上關東地區大雪警報 富士山就躲著不讓我們看到啦 不過沒關係 還是有很多好吃好玩的等著我們 這次去的景點蠻多的 我會分享很多支影片 請持續關注我們吧 另外 喜歡我們的話 請幫我們訂閱頻道喔 感謝你的支持 虧為一年 我們又出國玩了 這次我們來到東京 那我們這次會先從東京出發 然後去河口湖 松本 然後高山 還有 白川鄉 和掌村 再到金澤 再回到東京 晚八天 有沒有很期待啊 現在天都還沒亮 現在四方 還是凌晨六點半 對啊 我們現在準備要坐車子 去河口湖 我們先搭巴士去河口 巴士有兩個小時 對然後我們再來坐車 今天巴士 人已經好多了 好像已經賣 票已經賣光了 還好我們先買票 好 我們就準備上車囉 好 啊 終於到河口湖站了 我們來河口湖是來看富士山的財隊 我們好像變成來賞學了 下雪了 下雪的富士山不見了 在河口湖車站這邊 本來可以看得到 富士山的 結果富士山都不見了 哇好浪漫喔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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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下雪了 好吧 我們趕快 還是站表定 我們先去趕快租車 我們去 Toyota租車那邊 趕快簽車子吧 走 走吧 到我們租車的地方 這邊有家Seven 現在路上飄著雪 我們的富士山看不到了 但是看到下雪也是很開心 現在爸爸在裡面辦租車的手續 我們來河口湖 是要來看富士山的 結果現在下大雪 整個都行程打亂了 對啊 本來安排的行程 現在上去 就算爬上去看 也看不到富士山 所以我們先來 旁邊全家 休息一下 買東西吃 好我們先吃點東西 等一下 嗯 我在想想看好了 不然我們就開車 逛河口湖一圈 然後我們就來去吃中餐 好不好 好 有Toyota租車居然沒有附雪刷 這幾天下大雪 沒有雪刷怎麼過啦 以為我們今天一定要雪刷啊 繞來 這個超市 超市它也沒有賣雪刷 這是大型的藥籽 我們只好買了一個 刷廁所的 清潔用的 記錄一下我們這次租的車 好這次租的是 Corona Cross 那是 好像是油店的車 然後 選這台車是因為 我們的行李都有 蠻大件的 是兩件29吋的行李箱 好跟悠悠的登記箱 所以 車子的話我都會選大台一點 感覺還不錯 外觀都是 蠻乾淨的 里程數 剛才沒特別看 這樣也沒有到很多 再來看後車箱 後車箱的話它可以放 兩個大行李箱 兩個都是9吋的 這家登記箱 上面都還有很大的空間 當然啦 這個就是剛才買的那個 要刷馬桶用的 奇怪 為什麼下大雪他們不付雪刷給我們 剛才跟服務員說 服務員就是說沒有 可能是河口湖這邊 比較不常下雪吧 所以 那個就不是標配 所以有要來這邊租車的 碰到下雪的要注意喔 看不到富士山 我們就來去走室內行程 我們去來買富士山餅乾 那就在那個 富士山纜車下面 有一間富士山餅乾 我查評價還不錯 好喔 看不到富士山 那我們就買餅乾 來硬硬景吧 好的 聽說還不錯吃耶 哇前面的雪好漂亮喔 其實這邊下雪也蠻美的耶 但我還是更想要看富士山 我們剛才看過圖片 沒有直接去看過富士山 對啊 沒關係我們下次還有機會再來 不用下次 搞不好下午就會出太陽了 真的假的 我們要來祈禱 河口湖道慈藝喔 要去買餅乾 Fujiyama Cookie 在河口湖纜車旁 主打富士山造型餅乾 是一家很有特色的伴手禮店喔 超這麼可愛的喔 這是Number One的 還有紅茶口味粉 抹茶 平常買的 Strawberry 超可愛的 每個都得買完蛋了 然後我們要看我們要買什麼 我們買的這個是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 等一下來吃 小餅乾 這個是什麼 其實我當在冰箱 你要吃看看 好像雞蛋糟 很可愛 可以當餅乾 吃 我們買的這個是第一名的 我們來開吃我們剛剛買的這個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的 它上面是巧克力喔 怒吃 看不到富士山 我們一定要買個富士山的餅乾來吃看看 這Number One的 趕快趕快打開來吃看看 我來試試看 Fujicooki 哇 你看白白的上面那個是巧克力 不是巧克力吧 我看一下 而且是巧克力 喔真的嗎 喔 白巧克力喔 好吃嗎 很好吃 很香耶 很香嗎 很香 好像牛奶的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 就是牛奶巧克力 白巧克力是不是 媽媽如何 它的 上面那個巧克力 不會像很多那種巧克力 就是 像糖霜炭甜 它的這種是 甜的不膩 剛剛好 上面那個白白的嗎 給爸爸拍一下 哇 因為一般的巧克力會太硬 被咬掉了 而且它中間的那個 下面下半部的那個餅乾 脆度非常剛好 它的脆度 不會說太乾太硬 剛剛好 可以留一口給爸爸嗎 小朋友 太好吃了是不是 這個不孝子 沒關係我們還有買一袋啊 還有買一袋 吃啊吃 下午它的這個可以折磨 對對對 很像雞蛋糕的 這個我們留到下午再來開箱來吃看看 因為待會要吃中餐 這些留著 OK 走吧 我們來去吃中餐吧 這間推薦喔 來河口湖 一定要來吃這間 不動 福托麵 好 日本就高調素 對阿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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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吃飯要先拿筷子 然後拿筷子 然後拿筷子 然後把筷子拿震 再吃 對阿酥 對阿酥 謝謝 謝謝 哇 真的好大火棒喔 超棒 超棒 沒關係 裡面還有豆皮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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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吃火鍋喔 對 滿滿的量 好像烏龍麵 這一鍋也太豐盛了吧 滿滿的 而且我看到它的麵 它的麵條很像烏龍麵 然後是屬於那種扁扁的烏龍麵 來吃看看味道 其實我覺得更像刀削麵 對 對 吃起來很像台灣刀削麵 嗯 口感很不錯 然後裡面有 胡蘿蔔 還有南瓜 很營養耶 然後高麗菜跟 紅石膚 這算紅石膚 然後還有一個豆皮 對 還有一些青菜 我覺得外面現在下雪了 吃這個 好讚喔 對啊 剛好 很過癮 太過癮了 超讚 吃看看它的湯口 好啊 味噌 很鮮甜 我覺得它味噌味的那個味道沒那麼重耶 我覺得它味噌味的那個味道沒那麼重耶 嗯哼 對就是反而是蔬菜 可是因為南瓜吧 我覺得它南瓜的比重還滿多的 所以喝下去吃南瓜的味道就滿重的 然後加上也有高麗菜的鮮甜味 嗯 這個湯口好喝 還是給你加 好吃好吃 有沒有吃好飽 吃超飽 吃超飽的 這家好不好吃 超級好 欸而且老闆好均勵 真的 而且停車又方便 而且他還會說謝謝 他還問你 How old are you 還跟你一樣 80 years old 走囉上車 爸爸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去人野八海 人野八海 對吧 對 跟吃東西 對啊 你只想吃 什麼又開始飄毛毛雨了 是飄雪嗎 是毛毛雨 哇 機會渺貓 酷酷 我們快要到人野八海了 好 馬上走到第一個尺 第一個尺 第一個尺 這個池叫做禁食 你看看 如果好天氣會更漂亮 可惜差不多富士山今天 對啊 我們已經找到兩個尺了 我們現在要往第三個尺去 只是我們沒有要走完全部 我們就大概一些而已 這裡未免太多而已 這裡又有一個尺了 哇 終於到傳說中的人野八海 人超多的 這麼人還穿和服 超猛 超猛 然後這裡好多觀光團喔 這邊應該是賣伙伴的地方 所以很多觀光團 都封成這樣子 是啊 好可惜喔 還是沒有看到富士山 不然這邊搭配富士山的景 應該很漂亮 我們還是逛一逛吧 就是 象徵性的走幾個尺 怎麼吃的東西呢 蛤 你又要吃東西喔 好 OK 好多喔 好多喔 ね 然後呢這個水車小屋呢 就是 在一棟房子 可是你看 然後呢你看他後面這裡就是 布斯山 但是你看今天 天氣也太差了 根本看不到布斯山 可惜下這個呢 可以看得到 我看抱片 過過乾硬好了 對啊 然後很漂亮 對啊 媽媽說這次換我來買 好喔等一下換你跟老闆買東西 OK 給你個小任務 嗯 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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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謝謝 這個你們再玩 謝謝 我買好了 妳的 欸妳挑的是愛心的耶 她看有蘸了好多的醬 我感覺就是 應該是那個醬的味道不一樣 又又要吃一個嗎 我好硬喔咬不斷 我好硬喔咬不斷 太硬嗎 硬咬不斷 終於咬不斷 結果她是很脆的對不對 味道如何 別人也是說那個很硬咬不斷 我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 你想像不一樣 真的超硬的 你咬下去了唄 我咬不斷 它特別是那個醬 那個醬好鹹喔 有一種鹹鹹的 還沒咬一口嗎 味如何 很棒 我覺得超鹹的耶 我剛剛只是舔一口耶 所以好吃嗎 還沒吃到 它怎麼要搶走了 你趕快咬一口啊 很鹹就吃了 很鹹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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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 人野八海 下一個我們要去哪裡啊 去山中湖 我們下一個要去山中湖 拜拜 人野八海 人野八海 我們到了這個山中湖 這麼看不到 不是站在那邊 蛤 不是站在那邊 在那邊 這根本看不到啊 這霧也太大了 而且 這根本在下毛毛魚 對啊 山中湖 然後富士山在那邊 有看到嗎 看不到 看不到 好吧 看來我們這次真的是 無緣看到富士山了 趕快出來吧 富士山 因為越晚越沒希望 越晚那個 天氣越黑 真的耶 好吧 那 我們今天行程先到這 我們先去check in好了 接著去吃晚餐 臨時找了一間燒肉店 結果意外的非常好吃耶 今晚吃這個 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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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肉了 頂俗我們一週一整天都看不到 富士山的恨 哈哈哈哈 笨頭 啊 現在有一間的包廂 這塊不是這包廂 這塊青包廂的感覺 青隔間 然後位置都很寬敞 你看它四人坐 然後跟隔壁的座位 它四人坐 點餐太陽平 對 點餐太陽平板一點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囉 看看我們的座位 直接坐這一桌 寶寶已經在點餐了 七桌 寶寶現在選擇障礙 太多好吃的肉了 對啊 欸它這看起來很高級 而且很貴耶 這間真的看起來超讚的 我們選對間了 你們有看到門口那個超多牛肉嗎 好餓好餓啊 超這麼多肉 它這很厚 真的很厚耶 超厚的 而且我覺得這間又很貼心的是 它的Menu是中文的 所以根本就不用擔心不會點 然後你看這個價錢 它的牛肉 都是這種 像有 A5和牛 然後還有這種 上級 肋骨 肉排 這種等級 都是 感覺很高漲 但價錢還好 沒有到說超級貴 看到了 這是我們現在先點的這些 肉 的部分 好精緻喔 你看它的那個油花 看到了 就流空水了 我想趕快吃了 不想再錄了 可以趕快先吃了嗎 太餓了 好趕快吃 太棒了 喔好燙好燙 嗯 太好吃了 它的肉質如何 怎麼辦 我看後面幾天再吃 會不會 比較有差 哈哈 牛飯多 因為它真的很不錯耶 特別這個 牛排 嗯 這一塊 而且它的盤子金色的 哇 看起來很奇怪 超人的 爸爸很喜歡 這間真的很讚 快打了 大堆 你們有吃的很飽嗎 有 我肚子都突出來了 我怕說之後 我們這一次還會再吃兩間燒肉店 應該不知道會不會被這家比下去 哈哈哈 好那我們先去買甜點 然後就回去休息吧 坐紅眼航班真的太累了 今天真的太累了 晚上要早點休息 是喔 走吧 我們去便利商店了 Let's go 這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宵夜 那我們今晚住東恆印 就因為東恆印可以讓小朋友12歲以下的 可以跟爸媽同住不用再加錢 超棒的 所以我們今晚睡這間 而且特別選這種雙人床 它是兩張的 然後我們把它併在一起 這樣子我們睡也會比較舒服 而且在河口湖這邊的飯店都蠻貴的 可是住東恆印的話就相對優惠很多 好那我們剛才去買了一個布丁嘛 那還有我們上午買的那個 富士山的 富士山那個 像雞蛋糕吧 河果子 啊河果子 對對對 我們說要來吃看看 悠悠 這個就當你現在的點心吧 我們來吃看看 好喔 好香喔 今天看一下的造型 像一個富士山啊 真的是富士山造型 今天都是在富士山富士山富士山 雖然沒有看到富士山本人 但是很多都是富士山本人 但是我們真的是看 吃了好多富士山的東西 我吃吃看 好 我們上午吃它的餅乾是很好吃啊 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味道 它跟雞蛋糕沒什麼樣的樣子 啊就是雞蛋糕啊 哈哈哈 妳最愛雞蛋糕耶 是 所以好吃嗎 嗯 好吃 嗯 媽媽呢 我覺得它跟台灣雞蛋糕很像 可是它的那個 裡面的 就是 裡面 裡面感覺更紮實一點 而且 台灣雞蛋糕 放久了 冷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 好像沒那麼好吃 可是不然為什麼 我覺得它 我們整個下午放著啊 到現在還是 還是很好吃 而且又是富士山的造型 一口吃 妳一口吃掉一個富士山 欸 妳要留給我吃一個耶 大概有十多顆 喔 很不錯耶 可以當個小點心這樣戴著車 才有客氣 它還有整個鐘耶 嗯 非常可愛 非常的應景 好吃好吃 剛才在樂宋看到的小雞布丁 實在太可愛了 所以就買了它 對啊 所以悠悠就決定 今晚的甜點就是它了 哇 欸這感覺雞蛋味就很重耶 剛剛妳一打開 我就聞到濃濃雞蛋味 看看 嗯 好吃 台灣吃到的感覺呢 你怎麼 這很綿耶 這很綿喔 很綿 多綿啊 給我一口好不好 好像黏我的 我覺得布丁會黏在我的牙齒上的感覺 比較黏 它好吃嗎 重點 很香 好啦 這個就是妳今晚的甜點了 開心嗎 開心嗎 哇又吃了 剛吃燒肉 然後 富士山的那個 餅乾 我們還吃 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雖然還是那句沒有看到富士山 希望明天早上起來就可以看到富士山它本人 拜託拜託 不然 就只能又再期待下次了 好吧 那今天晚上就趕快吃吃要睡覺囉 好 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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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來又是看不到富士山的一天 那我們還是去坐一下河口湖的纜車好了 我們上去看一下 賭一下運氣 雖然機會渺茫 那真的是很不甘心耶 那 悠悠 我們還是去體驗一下坐纜車 而且我後來才發現 我們昨天在河口湖旁邊那邊拍照 那邊根本就不是面富士山的像 面相啊 富士山是在上方 我們不知道在拍什麼 真是笑死人 但是一樣都還是看不到富士山 對啦 是沒錯 只是我們看錯方向 只是我們看錯方向真的太好笑了 好那我們先來去河口湖搭纜車 上去看看 究竟看不看得到富士山喔 目前霧還是蠻大的 真的喔 準備好了嗎 嗨 準備好了嗎 好了 咚咚出發囉 我們要去 纜車上面 雖然看不到富士山喔 還是可以去走走看看啊 對 要去步行一下 走囉 走 聽說河口湖纜車都是一堆人在排隊的 對啊 但是你看 今天都沒有人耶 因為 看不到富士山 看不到富士山 那我們幹嘛 還要去呢 因為 不甘心啦 我們就賭上去看看好了啦 而且 搭纜車體驗一下也不錯嘛 好像下雪了耶 天氣只是越來越糟而已 都不用排隊 感覺真好 呵呵呵 我們要上去做纜車囉 oho 我們剛搭完兩車 然後沿著這個樓梯 要上去看其他比例的通知囉 花一百塊 然後我們換那兩個 待會是像投過去許願的 許願的是盤子嗎 我們去試看看 走 好 這邊 然後丟進去哦 好 那兩個後面就 許願 你看 這是許願 像許願池一樣 只要丟進去 我們今年的願望都會實現哦 走 去看 走 喔 差了 還有一分 第二個換我 換哪嗎 換我動一次 啊 沒有 有中一個好厲害哦 祐祐你看 這就是 目前我們在所在地 然後富士山在 富士山在那邊擺牆 你後面 哪裡啊 左邊 那一個一堆人在看的地方 對 現在還下雪 真是的 我們來這邊看下雪的 那下雪很漂亮的啊 是啦 是啦 只能這樣安慰自己囉 我們還是來繞一圈看 你這邊有什麼東西嗎 那為什麼 因為看到那邊好像有什麼望遠鏡的感覺 真的啊 那你 你覺得下大雪 我們在看望遠鏡看得到山嗎 看不到啊 不可能 哈哈哈 走吧 我們去去前面看一下 賭個運氣 來的兔子神社 嗨 小肥兔 走 走吧 繼續往前走 哇 好可愛喔 旁邊都很多 兔子造型 可愛的圖啊 超可愛 這邊大家 許願 畫的許願牌 你看好多 哇 漫步在雪中 雖然 看不到富士山 但飄著雪 還蠻有意境的 而且這邊的 還有放那種七音樂 很舒服耶 很舒服耶 對 我們要上去玩彈秋千囉 如果有居高症 很緊張 居高什麼啦 這完全都白牆 又看不到地面的 所以如果 反而看得到富士山 我可能會更害怕 呵呵 對這樣也好 嗨 嗨 哇 我們準備下山了 雪真的太大了 你看 這雪真的超大的 松本是會更大 啊 松本啦 我們下午要去松本 松本是會更大 沒有錯 因為今天會下大雪 我們下午要去松本 雖然 雖然沒有 看到富士山 不過這是另外一種體驗 你看 沒有富士山 的 河口湖纜車 上面的兔子神色 沒有富士山 還是很漂亮喔 你看 超大的雪 你看 全都濕了 那走吧 我們坐纜車下山吧 好 走吧 還好 在回程的飛機上 終於看到富士山了 躲了我們兩天 沒關係 我們會再安排一次相見的 離開河口湖後 我們接著前往松本 也因為難得的關東地區大雪 導致很多道路都封路了 我們也是費盡千辛萬苦 才終於平安抵達松本 最後 請持續關注我們後續的更新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